日常生活中患有胃病的人很多,而胃胀气就是胃病的一种,一全身一胀,为胃水骨之腐,直四出那阴寒之气上腻,水骨不能运行,故胀满而胃痛,水骨之气腐于胃中,故鼻纹焦愁,而方式变难也,是认为脾胃湿热导致灼气不能上升,灼气不能下降,灭气引起的胃胀气,想要健康的话就要及时排气。 接下来养生君就为大家详细讲解胃胀气的表现和原因,并介绍几个有助胃胀气患者排气的方法,供大家参考,胃胀气的症状表现,胃胀是指上腹部有保障,压迫感,主要表现恶心呕吐,烧心板酸,打嗝癌气等症状,有时从外观也会发现胃部有点向外突,胀气,甚至连续性地方屁等。 一,每天早起或者饭前,后,均有打嗝现象,并伴随气体喷出,身体消瘦,精神抑郁,神经性的头疼和胸门,而上腹部不是或疼痛,保障,烧心板酸,癌气等,不愿进食或尽量少进食,夜里也不易安睡,睡后常有噩梦。 三,有些患者还有油耳气,便密负血交替,发热等等症状。 那么,胃胀气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? 胃胀气发病原因,一,胃肠道内气体喷出障碍,含食之血侵袭人体,外受湿热,困扰胃腐,胃肠道消化和吸收能力变弱,导致肺气无法排出。 二,吸入空气,吃东西时饮讲话或饮食习惯,不良吸入大量空气,而引起肠胀气,因某些原因,肠蠕动功能减弱或消失,所以肠腔内的气体排不出体外,因而引起负胀。 三,食物发酵,正常情况下,回肠下端和生锦肠有大量细菌存在。 三,如果食泥在这段肠子里,因某种原因停留时间过长,在细菌的作用下,可以引起湿灭发酵,产生大量的气体,引起负胀。 四,生活作息不正常,还可能定时定量,造成肠道过于饥饿或过于饱食,导致肠道动作异常,长期可以使胃肠负担过重。 不,吃得太油腻,造成肠道不易消化,高蛋白质或高脂肪的饮食,以造成肠道均群改变,不利于油益均存活。 如果油腻食物摄入过多,体内脂肪梅和蛋白米尔就会不堪重负。 直至好前,胃肠器夺与日常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,出现胃肠器后应注意饮食调理,尽量多喝水,饮食清淡,保证良好的作息习惯。 积极端愿生起,还可选择一些有形器作用的药食同仁之物,如萝卜,陈皮,玫瑰花,杀杀,生姜等做成的药膳。 在这里,养生均为大家推荐三款味章器的茶饮,生活中可以食用,一蜜茧橘皮,取新鲜橘皮500克,蜂蜜200克,将橘子皮洗净,沥干水,切成细条状,浸泡与蜂蜜中腌制一周。 当蜜茧嚼着吃,每日二到三次,每次十克,二姜汁蜂蜜,取鲜生姜二十克,蜂蜜三十克,将生姜洗净,切片,加适量温开水,在容器中捣乱取汁,对入蜂蜜,调匀,上下午克服一次。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,生姜汗会发油和姜辣素,能促进胃液分泌,增加胃肠蠕动,有温味止吐,请脾开胃的功效,蜂蜜有滋补及健脾和胃之勾。 不仅可搅证生姜辛辣的口味,还可缓和将之心温知性,对肠表现为胃部胀温疼痛,其暖为冷,惹得脾胃虚寒形消化不良也为适宜。 三山楂饮,炒山楂九克,将其饮味细抹,加糖少许,用被水冲服,本饮具有消食,化肌,和胃的作用。 山楂胃酸肝,性微温,可健脾开胃,消食化肌,但需要注意的是,脾胃虚弱者不可九伏多伏。 此外,山楂锁含的酸性成分较多,空腹不宜多时,以免肺中的酸度急去增加,出现胃痛甚至溃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